大家晚安 昨天一波水汽通过 在中南部地区都有一些短暂阵雨的情况 那么在今天水汽逐渐的减少 降雨逐渐的缓和停歇下来 在明天水汽会更少 所以中南部地区在明天渴望逐渐的放晴 所以明天就只剩下桃园以北跟东北部地区 还有一些短暂阵雨 其他地方都是蛮不错稳定的好天气 要特别提醒你的是 这样子的天气状况到礼拜天的晚上会再度的转变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会有一波强冷空气南下 这一波冷空气可以说是今年入冬以来最强的一波冷空气 全台各地都会明显的降温 到了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二会是最冷 北部地区低温下降到只有14度 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防寒的准备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今天只是说到东北风的影响 但是可以看到水气逐渐的减少当中 明天的水气还会再更少一些些 所以除了在北部跟东南部地区 还有部分的山区还有一些短暂阵雨之外 其他地方都是转成多云 甚至是多云时勤的天气状况 进一步来看一下明天主要就是东北风的影响 所以在阴风面的北部跟东北部地区还有一些短暂阵雨 以及山区还有一些短暂阵雨 不过到了礼拜六礼拜天水气就会明显的减少了 除了在大台北地区基隆北海岸东北较有阵雨之外 其他地方渴望放晴 而到了下个礼拜一礼拜二 新的一波东北风增强之后 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降雨又会变得更加的明显 所以提醒您明天在北部跟东南部地区 还是持续有雨的天气状况 大家外出还是要记得西太雨去 那么在中部地区水气也会逐渐的减少逐渐的放晴 到了礼拜六礼拜天 除了桃园以南跟高雄屏東是放晴的天气 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则是持续多云到多云十亿 偶尔会有一些短暂震雨的天气 不过在周末假期这两天的天气状况 可以说水气是最近这段时间最少的两天 所以大家可以好好把我周末假期的两天 安排一些户外的行程 越往南走天气状况会越加的稳定 建议您多多的出去走一走 因为很快的在下个星期一 又有一波新的东北风增强 到时候在北部跟东北部地区的降雨 又会变得更加的明显了 好 再来关心一下温度的部分 他提过了在下个礼拜一二 会有一波强冷空气报道 预计这波冷空气是全台各地有感的降温 预计北部地区在下个礼拜一到下个礼拜三 低温就会降到只有15度左右 空旷地区甚至有机会来到只有14度左右的低温 那么在高温也只有16度到17度 再配合降雨 感觉是又湿又冷又寒的这种天气状况 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一些保暖的准备 一些保暖的东西一定要赶快的准备出来穿 那么这波冷空气中南部地区也是有感的降温 可以看到南台湾的低温也会降到只有17度到19度 中部地区也会降到只有15 6度左右的低温 会是全台各地都是明显转冷的天气状况 大家真的要多加的准备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播报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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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却开始飘下 甚至还变成胖陀大雨 其实您可以避免这种状况发生 客制化天气预报 拥有气象预报证照的专业分析师 小智一路段 移动房的预报范围 温度 湿度 风向 风速 都不缺的资讯 提前决定预备或是延期 减少损失 您也曾为阴晴不定的天气所困扰吗 快来找我们 办活动的最佳选择 客制化天气预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